观众朋友 又到了山海气象时间 明天天气如何呢 我们来请教气象主播老外 老外请说 是的 依苏尔 各位观众朋友 爱侯大家晚安 欢迎来到山海气象的时间 今天北部地区的天气 跟昨天相比完全是截然不同 昨天的天气 总的来说还算不错 也挺舒适的 但是今天可以说是 一整个阴雨绵绵 水气也多了起来 也因为水气多的关系 今天在中部以北的地方 还有迎风面的部分地区 降雨的情形 就比昨天来得明显许多 而且就如昨天所预告的 今天温度也明显地下降 至于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 我们就马上从第一张的卫星云图 带我们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了解明天的天气状况 从卫星云图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华南地区持续有云雨带在产生 而且不断地在向东移动 所以明天在中部以北的地方 还有这个东半部地区 云量偏多 降雨的时间也会增加起来 所以明天在北部地区 还有宜兰花莲台东的观众朋友 出门要记得西带雨具 而在南部地区 相对来说天气就比较稳定了 虽然云量偏多 但是降雨的机会不会太大 所以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可以不用太担心降雨的问题 关心完了天气上的资讯 至于温度上的呈现又是如何呢 我们再从下一张的地面天气图 带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了解 明天在温度上的一个呈现 受到这波冷空气的影响 今天全台各地的温度 跟昨天相比 特别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上的温度 都下降了5到6度这么多 也就感觉就明显转量许多 而到了明天 从这个地面天气图上可以看到 刚刚所提到的封面 会持续在华南地区产生 而到了明天晚上的时候 虽然风效会转为吹偏东南风 温度会回升一些 但是在白天的时候 温度感觉都还是偏凉的 主要就是受到冷空气 向东移动的关系 所以明天预估在北部 平地地区的最低温 还是会下降到16度 而在高海的山区部落 温度当然也就更低了 就以这个拉拉山来说 明天的最低温会下降到9度 所以山区部落的族人 保暖的工作还是要做好 另外刚刚有提到白天的时候 冷空气还是蛮强的 东北季风也很强 所以提醒在近海作业的 云民朋友也要多加注意 这个海面上的风浪 都还是偏大的 预估近海最高的浪高 会接近到3公尺 所以海面上作业的云民朋友 要多加注意自身的安全 也要随时注意海面上 风浪以及潮汐的变化 至于明天 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起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气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都发现了 智能力产的局边 它是恐章的 蠅 Tak 你确定 是虎盛 此 metres能的 故事 作所从只看 像显稿 厚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诶 栈 组 isión conveyed 除了南部地区以外 这几天的天气 往往就是一天好一天差 一天暖和一天冷 天气变化的速度真的很快 所以提醒大家 不管如何 外出能攜带雨具的话就攜带 而保暖的衣物也不要显麻烦 可以随身攜带 以备不时之需 这就是今天晚上 到明天的气象预报 祝您一切顺心平安